好 很好 非常好 越是 我姓林 雙木林 叫我淑敏 那我介入陳彥剛剛陳某文主持人講的 已經在二十年了 就在八十八年的九二一那一年的那一個時候 我剛好接觸了陳彥 那時候剛好我的貴人玉梅姐 她就來跟我分享這個觀念 那我聽完之後呢 我覺得這個觀念不錯 那產品的部分我那時候沒有想很多 我想說 逼該不是大家都有在台灣的狀況嗎 然後徐麻疹也是 然後麗青菜門門 然後溫度像也有 然後再來呢 我本身長滿臉的痘痘 以前也沒長過啊 怎麼知道出了生肺之後就開始長 所以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是吃了很多 我們常常講的什麼 古肝的 還是說療身體的 中藥西藥 甚至我們常講的一些秘方 最重要是一些醫生開的藥物 還有我們再擦的一些都有用 但是用的結果勒 我覺得幫助都沒有很大 直到呢 我覺得陳彥我覺得 欸 用營養來調 然後又給我們身體一個好的營養 所以呢 我那時候就決定從養生計畫開始 那吃了養生計畫之後呢 欸 就這樣一連續有沒有 所以我生老大的時候呢 那時候剛好在94年 我95年 我94年結婚 所以我95年生了第一個小孩 那個小孩是我用養生計畫調 然後本來沒有打算要生 他就給他懷孕了 懷孕之後就給他生出來 然後呢就很一般的這樣子 就是每天我顧 青菜顧 也幾乎摸顧這樣 然後呢直到我在94年的 103年的那個時候 過了大概10年的時間 就很多成員的夥伴說 噢 他真的很演奏的 很可愛的 又很健康的 你給他生一個很不猜的啦 不然再生一個啦 終於我聽了10年 決定怎樣 43歲那一年 就決定給他再拼一個 所以呢我那一年真的很認真 所以我從養生計畫 然後跳到換約計畫 就在90 103年的那個時候 然後我就試養整套的換約計畫 然後再加強所有的單品 跟所有的粉末 所以呢我的產品裡面早晚 各14包 然後膠盲早晚各50顆 我就這樣子開始吃 因為有些人說 你這麼多人 你生一個小孩不簡單 說我很害怕 我想說你有產品嗎 說起來 所以我就很大量來使用 結果咧 真的這樣吃這樣吃啊 結果真的很好玩 我去做產檢啊 我的年紀真的是最大的 然後呢我去做那個羊毛穿刺 醫生跟我說 你死了三歲了 你一定要做啦 政府夠補助啦 所以咧 快點摸著這樣 結果做了之後 醫生就說 哇 你那個羊水抽出來 我有沒有看過這麼乾淨耶 因為那個醫生滿年紀滿大的 大概60塊60歲了 然後就說 我有沒有看過有人 羊水這麼乾淨耶 這麼乾淨耶 你的小孩在肚子裡面 一定長得非常的快樂健康 果不其然耶 我在100 我再想一下啦 101 生小孩 大家算算的 104年的 12月31號 9點 快10點的時候 讓我來公司 最後一天嘛 結果呢破了羊水 啊 要生下去了 我就想說 以我的印象裡面 如果破羊水應該可以撐一天啦 所以我就慢慢撐 我就等一下撐 撐到快樂不能等到1月1號 再出來這樣 所以呢 我到下午的時候啊 大概4、5點喔 傍晚4、5點喔 醫生還會打電話給我耶 說 請問你書名告訴的 他害我這個啦 他說有啊有啊 他今天破羊水了啊 準備要雨水 天啊 破羊水了還在家裡 你要不要趕快來啊 我聽完之後 我就決定怎樣 把我所有誠言的洗髮精啦 沐浴乳啦 全部給他洗遍 因為聽說 坐月子不能洗澡啊 不能洗頭 所以我就確定給他一次 給他洗到一個月 洗到滿家 所以呢 四五種口味 我全部給他洗一遍 我就決定給他動起來 用了一年 就一個月都不要給他洗 結果的話 我那個過程當中很特別 然後我就等到 12月31號大概6點半 才進去禪訪 進去那個醫院 結果呢 就剩下一個位置 然後說你運氣真好的 這麼多人要生養 剩一尾而已 你又多一尾 我就在裡面 然後就窗簾有沒有 很簡單的那個門簾 然後我就一直喝千禧泉 然後再喝的時候 又一直吃便當 因為那時候剛好晚餐 然後那護士說 第一床的不要再吃喔 等一下要生了喔 我心裡想 沒體力是要怎麼生啊 對不對 然後就開始幫我打一些 是不會不會吃 然後他也說 欸醫生 護士不好意思 我老婆是來生小孩 他沒有生病欸 他一定要打那個什麼點滴嗎 一定要加什麼嘛 他說 唉唷 你都不知道 這是自然 自然的程序啊 一定要的啊 而且還要加催生啊 你知道嗎 那個最後那一床啊 從早上就來了 一直打催生 然後現在連兩子都沒開 你確定你有辦法嗎 我就跟你講我很怕 我就說 老公千禧泉去拿出來 我就那時候五百七七 我就一直喝 然後那個 緊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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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 我就說第一床不要再吃喔 不要再吃喔 等一下喔 如果要生的話喔 到時候生不出來很麻煩喔 然後你一直吃 我們造成很多困擾喔 可能會卡住 然後會在肚子裡面怎樣怎樣 我就說 你沒有了解了 你沒有了解了 我自己知道就好了 結果呢 又過來了 欸你們要不要打個無重分娩 無重分娩 蛤 多少 八千 喔 妹妹妹 那些學長 幾個小小 妹妹妹 我就說 我不要 結果他就很不屑的這樣 關了門就到隔壁 然後就問他們 全部都打四個人喔 全部都打 只有我沒打 結果我打完之後 又回來又問我一次 你確定你不要打喔 那你要打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囉 因為來不及囉 我說不用打 不用打 又要講到八千 好貴 不用打 然後呢 結果我就沒有打了 結果沒有打之後呢 就還要試試一下 你這樣 醫生再來 對不對 那個第一床的喔 他說他不打 他年紀歲大 就聽說生第一床已經超過十歲了 他就是不打 醫生你跟他講一下 他有沒有確定不打 醫生有這麼 醫生人家比皇叔比較客氣 那皇叔很害怕耶 然後醫生說 不好意思喔 你真的不打喔 我家裡這樣就訂閱我 你這樣 你這樣的年紀 你確定喔 我確定 我就知道怎樣 自然慘了 而且不用打 因為不管如何 他不是講過 一定要愛過那一次有沒有 愛過就我愛了 對 所以我就真的沒有打 結果最好玩的事情發生了 居然真的等到1月1號 等過了12點的25分 我進了慘房 12點39分 總共幾分鐘 14分鐘 我把小孩生出來 喔 生完很快 而且生完之後 醫生居然跟我講說 喔 你知道所有的媽媽裡面 我最小的 最小的 然後呢 小孩最大隻 因為我的小孩要再四千 然後呢 全部的媽媽 都大概六十幾公斤 因為吃完之後 生完有沒有 生的時候 就一直吃一吃 結果都胖在媽媽 啊我咧 我從後面看還有腰喔 從前面看就一個肚子而已 所以我還有腰身去生小孩 所以我真的只有大肚子 結果都怎樣 吃到肚子都出到小孩的身上 結果醫生出來 醫生說喔 不但是最大隻 而且還最健康 最主要是他的皮膚啊 那個光滑度真的超好的 然後如果說要生小孩 要退台會 有沒有 這些問題 快點都沒有 然後我就是給他 那時候你滿擠 第一個十歲就來看我 他就拿兩櫥千一圈來 我就自己一直灌 因為我要給他喝苦奶 我就灌灌灌灌完之後 就給他喝苦奶 結果小孩真的很健康 到現在 終於四歲了 他很難過 他很難過 是因為昨天 我們一直跟他說 今天招貝博士要來 一定要跟他拍照喔 還要跟他招呼 結果他就說 好好好 結果昨天真的看到了 他完全都沒辦法笑 笑不出來 然後呢 昨天跟他拍完照之後 我們就看到那個照片 他哪這樣啦 媽媽我都沒有笑 我都沒有笑 我真的都沒有笑 其實他很難過 可是他明明就是要笑 他笑不出來 因為他真的會 還是會尊重 還是會尊敬我們的照片博士 所以他昨天就是 一直很感慨 然後今天就一直笑一直笑 因為他覺得他昨天都沒笑到 所以他今天就很開心一直笑 而且我覺得很棒 是早上 他平常喔 都大概10點11點 早上11點或11點才起床 我們都讓他自然醒 結果今天是不是有活動 我就八點半就 李恩 起床了 他就 好開心喔 我們要去呈驗嗎 他完全沒有起床器 而且就是你 當然發現說他只要睡他就睡著了 所以我就發現他效果 在這個寶寶上面 我得到很多的感動 那今天講到珍宇 對不對 跟柳伊特對不對 那我就發現說 原來我這樣每天喝珍宇 我珍宇從那時候開始就是 我確定要生DN的那時候 連續這四年 我就早晚都各一包 都沒有挺過到現在 然後呢 小朋友他一生出來之後 半年後 他也是一天平均啦 大概就是早上中午 晚上就是各一半一半一半 結果他總共吃了三次 嗨 翠玉爸爸 等一下要請大家點閱按讚喔 我不要啦 沒有跟他講好啦 對啊 所以他那時候吃珍宇 我就這樣給他搭 結果就蠻現在很神奇喔 我們家喔 我們家一個節目 對不對 都生得更高 不高 因為我爸爸比較小 我爸爸大概一百不到五 一百不到五 所以特別不到一百五 然後我們家姐妹就想我生得更高 所以衣服都不穿耶 鞋子都不穿耶 然後我排排站了 我說差不多這樣 結果咧 我這樣連續吃珍宇四年有沒有 結果人家一句話我真的接受了 他說 生得你怎樣 大到你生兒童不胃 真的我生了利恩之後 我終於離開153俱樂部了 因為我們主持不是有一個名無 超級一個153 我終於破153 因為珍宇這個產品讓我長高 而且長體 而且我覺得我的體力跟我的產位蠕動 然後皮膚氣色 因為我那時候在懷疑的過程當中 我都沒有在 就是很懶得擦那個防曬 而且我以前從來不防曬 結果我生完利恩之後 整個班都跑出來 然後我姐每次看到我 阿炳 阿你為什麼保養耶 阿斑啊 阿炳 就一直唸一直唸 我就一直很激勵 很激勵我 所以我就每天給他敷面膜 每天給他吃蒸魚 青年路就一直給他吃 結果吃到後來我們家人說 我要對你吃 我要對你吃 你平常怎麼要吃得好 然後他們就吃蒸魚 就是金年路 然後他就吃青春 這些高檔的產品 然後再加上保養品 他們也決定開始使用 然後最後我想要講就是紐利特 因為紐利特那個產品呢 我們以前都覺得 要不要臂肝帶緣阿 以前就跟你說我們不好 但是我就不知道 我在吃養生的過程當中 我的臂肝帶緣卻已經好 結果我在加強我們的紐利特之後 欸不但好了而且還有抗體 最棒的是我們最近 不是連續三天操嗎 中利操 高雄操 台中操 操完之後我的伙伴還說 主明快點啦 我姐夫伴揹你的藍髮器 我跟他講我講不下去了 他就是跟他買藍髮器而已 好 我幫你去 結果昨天我們去了大園坊 然後呢 從六點多公到四點 人家已經大園了 還在公 他說小姐你是買好嗎 因為我總共買了七件衣服 然後最好玩是小姐他去買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 蘇米這些都是剩下我穿不下的 你來試試看啊 結果呢 我每一件都穿得下去 而且每一件都不用改 結果呢他就說 蘇米你怎麼那麼短呢 他說因為我養生薑嘛 我的那個產品主力就是吃這麼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產品真的很神奇 你明明就吃紐利特要提升美麗 明明就要吃什麼增加什麼 結果不作用一直來有沒有 就是什麼身材也變好 體力也變好 然後昨天回到家 明明就很晚了 然後十點半 我大概快十一點才可以吃 結果再看一看 然後早上喔 很自然而然喔 那個鬧鐘自己會叫你 就是七點 就是奇怪 我就沒睡在那裡 怎麼睡就起來 因為你的身體變好了 精神變好了 體力變好了 每一件都給他對著營養了 結果真的耶 早上起來 起來不管你多早 有時候我們要搭飛機很早 五點就要上廁所 不是五點就要起床 結果他一樣那個時候 可以讓你上廁所 結果上完廁所之後呢 你再把產品再吃一遍的時候 大概不到二十分鐘 你就會又有想要上廁所的意願 所以我覺得每天一直清 然後你每天又一直加強 我們的植物養素 又加強我成年的產品 你就會發現 越活越年輕 然後越活越健康 然後身材有沒有 體力精神就越來越好 所以我覺得這產品 在我身上真的發揮到淋漓堅持 而且上一代我爸爸媽媽 下一代我的小孩 真的都印證這三代真的印證 所有的產品 在我們身上發揮得淋漓進去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是從感受去感動 所以相信在座應該很多人 有種體會 這是倫美獎 謝謝